美国大西洋月刊上个星期 踢爆了美国总统川普 曾经说美军阵亡的将士 都是鲁瑟 鲁蛇 这个言论立刻引发了争议 如今的争议持续的再扩大 我们就来带您看到其实争议的起源 是川普在2018年 当时他访问法国 那因为他很担心当时下着大雨 会弄坏了他的发型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巴黎附近的美军公墓来置议 就连一项都比较挺川普的一个电视台 也就是福斯新闻了 也跟消息人士进行确认 结果跟进报道 这也让川普好生气 就炮轰说要求福斯要把这一名报道的记者 给fire 把他来解雇 那由于最先爆料的大西洋月刊 他是贾伯斯的遗伤所投资的 因此川普现在也批评他浪费钱 怎么投资传播假新闻的杂志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乱骂人 说人家是loser 还是引发了争议 不过我们就看到 不只是现在川普失言 同样失言的 还有他的对手了 就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他日前大概在9月3号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就提到了 发明灯泡的人是一位黑人 并不是白人爱迪生 这个说法颠覆了大家的想法 而且当然也是立刻引发了争议 那接着呢 其实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他也见缝插针了 他就对拜登来开炮 表示呢 其实美国在2000年 一直到2014 2014年的这个期间 中间有14年 他们总共损失了500万个 制造业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么都是因为 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 中国政策所造成的 如果说拜登真的赢得了 最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话 那么美国的蓝领阶层将会受到重创 而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民调了 虽然说之前呢都是拜登领先的 不过可以发现现在川普已经是慢慢赶上来了 虽然在美国内部的一个民调 拜登还是赢的 但是我们带您看到 不管是英国还是澳洲 现在开赌牌了 竟然都是比较看好现任总统川普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其实川普的一个政策 还是时常的会引发争议 而同样引发争议的 我们还要带您看到是日前呢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德齐率团访问台湾 这个动作是让中国好生气 因此呢也让立场比较亲中的捷克总统 在周日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赶紧的出来灭火了 好我们就带您看到这个捷克总统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维德齐访台湾的行程 是非常幼稚的一个挑衅 但是维德齐面对批评 也不甘示弱的表示 总统对他的访台行程 至少呢说谎三次 好到底说了什么的谎呢 举例来说 这个维德齐他就表示了 捷克总统府呢 当初只对他的访台计划 表示不建议前往 根本没有不准他来访台啊 另外呢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们带您看到这个网友啊 针对这一次的访台行程 抓出了几个彩蛋 开始发挥联想了 这一次呢 维德齐总共呢 是率领了89个人 来台湾访问了6天 而且在这个月的4号 离开了台湾 如果说真把这个数字啊 串一串 组合起来巧妙呼应了 中国最忌讳的1989年 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了 这只是博君一笑 只能说网友的想象力 真的是非常的大 但是讲到中国现在最忌讳的 除了之前的六四天安门之外 现在还有香港问题了 好 我们带您看到是香港啊 也在这个星期天下午 发起了大游行 他们这一次的诉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重启立法会的选举投票 最后呢 有接近三百个人被逮捕了 而中联办这一次立刻定调 这一场的游行呢 是由乱港分子所煽动的非法集会 而且呢 其实在港府的部分 也立刻表示了参与非法集结者 都已经是涉嫌了处法 警方已经是把违法的人士 都已经神之于法 不过引发争议了 好 什么引发了争议呢 我们来看看这两张图 就可以发现了有一个小女孩 她一看到了手持盾牌 以及警棍的警察的时候 小女生嘛 蛮紧张的 立刻呢 想要逃离现场 没想到却被一名防暴警察 把正面的给撞飞 并且立刻被其他的远警 给包围制服 这小女孩的家长呢 就指控了 怎么可以这么的粗暴对待 只有十二岁的小朋友呢 但是呢 港警则宣称 这个小女孩逃跑 行机可疑 不过这一件事情也在香港引爆了肿怒 白色上衣男子被压制在地 紧接着又一名棕色上衣男子 被一群便衣 港警拖行 香港旺角群众怒吼声和警笛声混杂一块 防暴警察随后到场增援 不满港府以武汉肺炎为由 联手中国人大强行命令香港立法会 推迟选举一年 出现港民选在六号原定的投票日 上级示威 却被警察依照限聚令强力镇压 其中有两名男子分别涉嫌干犯 公众地方行为部件 即管有第一步毒药罪 一名女子涉嫌播放 含有宣传港独的口号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 除了陆战抵制港警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也在网上发起抵制花木兰电影的行动 被平面媒体大肆报导 原因正是女星刘亦菲 早前公开挺港警的言论 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绝不答应 绝不答应 一场民主盛典 一部迪士尼大片 因为一党专制四不像 这场民主与独裁的拔河 未完待续 赞尼新闻对我们的报道